家經委員 國中委員還有理工委員 跟文憲各期的議員 憲政府的一體主角 各位志工 在這裡看到我的關於現場 從五月份開始來積極投入 國慶聯合 你們覺得 先為 中華民國 地球會社的主委 這邊感到選舉 國慶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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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委 民憲今年度 都扶著整體 才能拉起來 為什麼 整個團隊開始成功 全力了不起 而且呢 整個團隊開始成功 現在就是 就是 全球的已經 手套中了 而且就是 此為何 台北 今天 這個運行一定有三打 第一 就是 你們 五 好 有 很 靖哥請教一下 基隆今天要被政治操作 那當然我們知道 在颱風來之前 確實民進黨 這個在操作基隆的這一役 是有點急了 可是會因為颱風架 不管是大家這個市民心中 覺得有沒有放到位 還是多放了 這會影響到罷免的結果嗎 甚至我們看到的是 鍾佩軍議員他也提到 鄭運鵬到底有多看不起基隆市民 一天假 那就可以讓想罷免的不罷免了 這是把人當做了朝三暮四的猴子來看嗎 那當然其實鄭運鵬他還另外也嘴了一下 說這個北北陶啊 他們都是跟著罷免颱風架 已經名流侵蝕 我覺得桃園市新聞處相當有戰力 羅楚東新聞處長 他直接跟大家說 我們就是根據科學數據 還有桃園整體生活圈來去做評斷嘛 相信鄭運鵬的發言 只是代表他個人 因為他呢 化身政治氣象專家 颱風期間仍然熱衷於操作政治 那根據他過去政治掛帥 符合他的一貫風格 市府雖然不樂見 但也不意外啊 那兩件事情 基隆的放假與否 真的會對罷免造成影響嗎 另外一件事情 鄭運鵬的這個起手勢 亮哥認為有算打得好看嗎 其實這個北北極桃 真的有爭議只有台北市啦 我說實在話啦 因為我自己住在台北市 新北有很多農業區嘛 山區啦 還有北海岸 桃園也是啊 那基隆 基隆 基隆號稱漁港啊 海風又大 所以坦白說 基隆確實會有一些意外狀況 不是我們住在台北市能體會的啦 所以這些人可能講風涼話 都住在台北市啊 那台北市確實昨天天氣蠻好的 這實在話 那我昨天有問蔡振元啊 說那個南港那邊不是有一些山區 所以有時候你可以 特別提醒那邊不要去 或者請那邊的人要特別注意 那可是要不要用到 整個台北市來放假 那可是 如果昨天台北市斷然做一個決定 說這個 他不要放假 那對不起啊 來台北上班的 有一堆都住在基隆桃園跟新北啊 沒錯啊 可能超過30%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 這又連動了嘛 那有一些人可能住在比較偏遠啊 對不對 比這個莎莎的系值還要遠啊 對不對 那搞不好下山真的是有一定的風險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為什麼會總體考量 這個絕對不是謝國良自己決定的啦 一定是北北基陶 大家已經打過招呼了 那因為謝國良被第一個問嘛 那他就承認嘛 那結果好像變成他第一個來發布 事實上不是這樣啦 據我了解那個決定的過程不是這樣 大家都講好了啦 因為事實上 就是台北市上班的人有 30%以上是來自周邊嘛 那鄭雲鵬這個完全可以理解啦 因為他想要付出嘛 所以要立功啊 那現在民進黨最擔心的就是 基隆罷免投票非常糟糕嘛 林宥昌尤其擔心啦 因為林宥昌 如果你當過市長 然後投票率還很差 那我看林欣北大概也不用錢 他看的不是10月13 他看的是2026嘛 當然啊 不主要是因為他當過基隆市長 那人家就會覺得你的動員力有問題嘛 可是我覺得謝國良那個陣營也打得很很正確 他們去反對比林宥昌時代留下來的問題 那還有他們現在很多問題被罵 事實上都是林宥昌留下來的 因為謝國良才上任一年耶 你都要怪到人家頭上這個算話嗎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我認為會去大力去講這個議題的 本來就是要投罷免票的啦 所以這個完全是政治性的啦 那民調已經顯示很清楚了 他們已經跌到25以下了 我想會講這種話 更多根本不是集中市民好不好 本來就是啊 所以我跟你講這個 這個百分之百不會過啦 我跟你講 事實上下禮拜天13號還有人說 我要不要上節目來評論這件事 我說不用去了啦 這個去都講廢話 一定不會過的啦 這個我們以老百姓的平常性來看啊 第一個他沒有這個仇恨之 那你去起哄的那些議題都不成立啊 那怎麼會過呢 而且坦白說他也是 他也是針對這個罷免的選戰他也打得蠻認真的啦 所以我認為沒有機會過啦 要講到了我們所謂的這個政治操作跟基隆罷免的事件 要請教立文杰 你知道嗎 放不放假可以操作以外 防台的工作怎麼做 這也可以操作 林志群律師終於想起自己的綠營側翼的身份了 他就把這貼出來說人工草皮 你看沙包說還放了100個沙包 其實這是來自於基隆市議員鄭文婷最先開始說的 說拿沙包來壓人工草皮 會不會淪為是山陀兒的伴手禮呢 甚至還hashtag一下每日一笑 那最新的側翼 而且還是翻車事故 是在他們也要繼續講沙包的事情 打的是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說哇你二樓戶外平台壓成這樣 白什麼八卦陣啊 結果後來呢 就被發現了嘛 你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隸屬於行政院 大家都想要把房台工作做好 那我們也沒說這白鞋有什麼問題 因為他們也是怕高架地板有可能被掀起 或有可能會毀損 結果這可以也成為了是綠營網軍來攻擊謝國良 說到底在擺陣到底有多怕 這些都可以操作 那看得出來啦 就他也說台灣的民主真的生病了 那我們再拉回來 還是要讓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場景 真的基隆是有災情的 所以呢很多人不在基隆 然後在評論基隆的事情 甚至在罵這市長放假 都是在放罷免假 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罷糧團體已經 無計可施了啦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 他才會覺得說 放颱風假 為什麼是有助於謝國良不被罷免呢 因為台風的關係 所以就轉移了新聞的焦點 使得新聞的焦點不在罷免上面 其實真正的原因是 因為他們的罷免根本就是牽強附會 就是硬的惡意的扯 謝國良跟市政府的後腿 完全沒有正當性 他們要攻擊謝國良的結果 正好證實了是林宥昌的市府 無能跟貪腐嘛 所以他的這場罷免的仗打不起來 打不起來的原因是因為沒有辦法得到 基隆市民的共鳴跟認同 所以你的這個仗打不起來 然後呢 發生了這個柯文哲被壓 就是說是被柯文哲害的 因為柯文哲把他們的新聞焦點拉走了 颱風呢也說颱風也會害到他們 對不對 放颱風下也會影響到霸梁的熱度 所以你就會覺得第一個 他們就是無計可施了 基本上是走不下去了 走不下去的原因是因為他們自己理虧 可是呢他們呢就把所有的人 通通都甩鍋給別人 然後呢就把氣呢出在別人的身上 證明了每一次基隆有風災雨災的時候 這一群霸梁的人心裡面哪裡有基隆 他根本不顧基隆人的死活啊 他只在乎他的霸梁能不能霸得下去 所有的天災人禍也好各種新聞 他們心中只算計對他的霸梁是有利還是不利 可是人倒霉的時候喝水都塞牙縫 對不對 連刮颱風他們都要把它算計成說 是對霸梁不利是對謝國良有利 那也只證明老天爺都要幫謝國良嘛 不是嗎 所以我覺得這群人其實是非常可笑的 然後你打說謝國良用沙包來壓草皮也好 剛剛講的中央的這個單位來壓地板也好 這些都是讓你會覺得 就是說你是沒有其他東西 沒東西可以打了 可以打了連這個東西 那難道你要把所有東西滿天飛 然後所有東西都損壞了 甚至於指的路人啊 或其他的損傷你才甘願嗎 這種東西這麼知為末節不重要的一個 防災的動作 他都可以拿來做文章 就真的沒有東西可以講了 那他越這樣 基隆人就越反感 那就表示你就是無事生非嘛 你們就是來亂的嘛 一而再 再而三的證明霸梁團體理虧啊 可是就有像林佑昌這種啊 你都已經離開基隆市了 你現在官做的這麼大 先做了內政部長 又做民進黨的秘書長 然後現在還在肖想新北市的市長 可是你就要對基隆市陰魂不散 好像非要把謝國良拉下來 你才有政治能量 可以再去想別的位子 那這個就會讓你 他是選錯戰場的啦 他這會在這上面吃憋 然後呢使得他後來 未來要做什麼樣的政治盤算 都會受傷 那這個鄭運鵬也是一樣啊 他刷存在感 怕自己被忘記了 被賴清德忘記了嗎 你認為賴清德有官會給他做嗎 他如果政治上要重新站起來的話 他就只能回他 陶原立委的選區嘛 看能不能再重新選上嘛 你覺得有可能嗎 沒有可能 因為他當年是因為大環境小環境 就是說桃園的大環境 跟全國的大環境 都有利於他的選區 他才蒙上的 他根本也沒有經營 他的表現也是非常的low 更何況經由這一次的 桃園市長一億 他是被徹底打趴了 他要重新回來用這種方式 但是我覺得完全沒有辦法 再重新在他的這個選區啊 可以重新站起來 不過他回來選也好啦 對不對 就是 想看戲是不是 罷咖嘛 罷咖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他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多想你們 5安靜 5安靜 4 萬壹 50 4 6 6